好我是阿天 這進度真的太快了 這個第一隻王 這個修女 好像三位大大打就差不多 就已經打完了 然後我們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說 幾乎都是遊俠隊 遊俠隊這樣子 那差不多三個大大打 就已經把這隻王解決了 那我現在的話 我進度慢一些 我現在是三隻 3-1 遊俠3-1 那我也來幫忙打一下小兵吧 我有說 就是你打不了王沒有關係 其實小兵也是很重要的貢獻嘛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可以升一件裝備 那要升什麼好 生命暴擊抗服韌性 我蠻喜歡韌性的 我覺得 這個韌性加29 我覺得更好 我選擇跟這個防禦為主 因為我是推小兵嘛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 遊俠的攻擊力本身就很強了 那我先選擇這個 加韌性啊什麼 閃避啊抗性啊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對我的遊俠 推圖應該是比較有幫助 身邊有6隻敵人 我可能打不完 但是沒關係 這個 稍微貢獻一下好了 那我們來看看 第一關的話 應該是 這12點一下就用掉了 但是沒關係 就是打一下 3-2 3-2 那這個就沒有說什麼 幾顆星了 反正這個打了之後 12點體力一定是會用掉的 所以11個人也沒有關係 就是穩穩的 穩穩的贏就好 我剛點到什麼東西 好 第二關 第二關的話 光光我跟這個分開來好了 來上一個羅萬好了 可是我輔助聖物沒有升 羅萬被蒸發 這樣不行這樣不行 我看一下 輔助的聖物還不夠 我要那麽輔助可能先不上 這個 IQ正好體力不夠了 那算了 這是滿血光 我可能不好打 我來打一個 好 這隻好了 這樣子 好 上個這樣子 3-2的光環 OK吧OK吧 好 OK 540 好 繼續打 體力越來越不夠了 好 好 這個樣子吧 讓 讓阿塔莉亞去對萊卡好了 好 靠我的德雷斯 德雷斯 OKOK 好 沒關係 死了沒關係 反正這個 只要不要輸掉就好 好 幹掉三隻了 我們可以拚快一點 再拚一下 嗯 又是阿塔莉亞 阿塔莉亞 讓這個開場就有極高的這個貓女 可是我沒有 欸 貓女的這個專武是怎麼樣 我這是紫家的貓女 靠生物的能力 喔 喔 好像不行喔 這樣這樣不行 這關不行 欸 這個盧克雷蒂亞 好吧 那算了齁 那不行就不行齁 我覺得不要勉強 好 那我3-2的遊俠 然後魔王是打不了了齁 但是 欸 輕了一點點小兵齁 好 那至少有點貢獻齁 然後後面再看大家幫忙 好 那現在的時間是下午3點40分 所以說 離這個 呃 昨天早上8點開始的團隊寧珍 又過了一天7個小時又41分鐘齁 所以差不多第一隻王快解決了齁 再隨便 呃 來一個人補刀 打個這個小兵齁就解決了 那 我目前就是上兩個角色 呃 上兩個輔助的角色 羅萬跟雙子慢慢存體力喔 那本來想要說打王了 但是實在是 實在是 其他大大實在太快了 那我這邊就是 呃 輔助幾乎是沒有生齁 就是 除非是有自己打到這個 自己的綠裝裝一下 因為到時候還會有一個條件是 你全部的聖物都要升到升級嘛 所以這個還不急 那反正我就是 呃 先上兩個羅萬跟雙子 慢慢存體力齁 留著之後打王用的 然後還是一樣 主身遊俠齁齁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 反正這是一個大集合的影片喔 然後感謝 借我傭兵的大大 然後其中有一個齁 這個是不知火舞大大齁 上一次借我這個 呃 我忘記哪一隻傭兵齁 那今天他要借我這個希拉斯 那為什麼我借希拉斯呢 就是為了這個 秘寶俠灣齁 我覺得秘寶俠灣啊 欸 點到團隊眼針了齁 剛剛是團隊眼針 那個 我覺得秘寶俠灣是這個樣子齁 呃 雖然說這個兩個禮拜 你功課就可以做完了 但是對於說這個角色 不是很充裕的人呢 你就是把他放在心上齁 然後慢慢去借傭兵這樣子 那因為說第一個禮拜需要借這個希拉斯齁 還有還有誰啊 好像是亞爾貝德吧 對亞爾貝德 那亞爾貝德我 我第一週就借到了 然後這個 第一關還有這個希拉斯要借齁 所以說這個沒有用兵的話 就慢慢借齁 每個禮拜天早上八點借 有一個月的時間 那個總會借到 好那我總算借到一隻這個希拉斯齁 那這一關的話 他的條件是什麼 伊索爾德跟希拉斯齁 伊索爾德 我先看一下裝備好了 因為我剛剛好像在打一些有的沒的 呃就 就亂穿吧 蝴蝶是不是 萊卡埃龍 然後羅萬一定有嘛 好 那我就上這樣子的陣型 然後配上一個去送死的這個伊索爾德 然後把這個任務給解掉 其實沒有解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過關就好齁 因為這個只是差450這個 這個什麼那個 普爾幣而已 好然後我們上一個 這個等級的這個伊索爾德 然後 蝴蝶 好大概就這個樣子吧 蝴蝶放個前面好了 OK好 OK 伊索爾德掛掉了 哇希拉斯也放不出大招喔 有一些 有一些危險 對面有蝴蝶喔 喔 對面的續航力也是很好 我看一下喔 不要讓這個希拉斯死太快好了 希拉斯很有用耶 希拉斯其實很有用耶 好 開個大招 可是如果是專30的希拉斯更有用喔 好我的埃龍又獲得了攻擊力50%提升 可是一直被捕回來耶 很討厭耶 一直被捕回來 我覺得 我覺得是魯米蘇喔 等一下 我要先殺魯米蘇 我先殺魯米蘇 先把魯米蘇拉過來 好 希拉斯撐住 希拉斯掛掉了 哇 魯米蘇要滿血了 是羅萬嗎 算了算了算了 我換一下換一下換一下 好 換成 光光光隊 九紅家具有沒有看過 呵呵呵 我剛剛在推那個滿血的種族塔啦 好 九紅家具你怕不怕 亞瑟 光光 呃 女僕 欸我的這個法師裝是在洛桑跟這個薩菲亞 薩菲亞可以穿著 好 女僕 女僕 好 調整完畢 再上 欸還是要放兩隻 希拉斯跟這個 那如果是這個 光光隊的話就是這樣子 亞瑟 然後女僕跟 跟光光 這個樣子 色羅萬嘛 這三隻都不會動 應該是OK吧 哇 是 看看喔 欸欸 秒掉了秒掉了秒掉了 OKOKOK 光光還是暴力 好 OK過關 勝利隊伍中還有希拉斯跟伊索爾德 好 多拿到這個波爾幣喔 然後 感謝那個不知火舞借我 好 30個過關了 因為那個 十關嘛 一關有這個 算是三 三個這個 這個這個什麼 欸 這叫什麼三分嗎 還是三個寶箱 所以30就 就代表說這個 十關的那個三個挑戰 你都完成了 然後接下來 今天是禮拜天嘛 那 第11關開啟的時間就是 呃 兩天後 那應該是禮拜三吧 那我們禮拜三 再繼續推喔 那禮拜三的話 就是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那個 德雷斯跟這個 莫塔斯 呃 再來是誰呢 莫塔斯的話 可以用這個英雄試用 我記得這個時間還夠 喔 還有這個 盧克雷蒂亞跟女妖 女妖人人都有 盧克雷蒂亞應該不是太困了 因為 如果是說玩 呃 不要是最近才進來的話 這個盧克雷蒂亞 跟這個雷神其實送兩次喔 那除非你兩次都選雷神 不然盧克雷蒂亞 大部分玩團隊演真 如果是 欸 這個 角色不多的話 還是建議選擇一個指甲盧克雷蒂亞 那個團隊演真 用遊俠隊還是可以玩一下吧 好 所以下週的話 應該不是什麼問題喔 然後 我剛剛說的這個試用 就是這個東西齁 這個暫時還沒有適用到 試練活動 好 新英雄試用四天 四天所以還來得及 因為說這個 祕表俠灣是 欸 三天後 三天後要開啟 第11關到第20關 所以OK的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是阿天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好 然後這是第三段影片吧 那這影片呢 是用光環助手加速齁 15倍速嘛 然後這是我的主號 呃 呃 我現在用的是這個 ROG 對於鳳三 那這個樣子的話 我原本想說 換了這支手機呢 欸 打起來齁 加速打牛請夢境 可不可以做快一點 結果發現還是很卡齁 所以說這個末日經位 依舊是這個 手機效能殺手齁 那如果說我是用模擬器玩 更不用講齁 更是卡到一個要命 我覺得是有好一點點啦 但是 欸 這個看來是 如果是說你用加速這樣打的話 可能還是沒有辦法避免齁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我覺得是那個 欸 索羅斯啊 補全體啊 然後再加上這個 一大堆這個小兵的這個狀況 反正總之呢 就是 其實我當時換手機呢 欸 有很多原因啦 那就是 其實看很久 小米9我是用的非常滿意啦 那只是因為說這個 欸 這個打命運之子的時候 其實也很卡 那 劍與遠征其實 在切換上面 然後還有一些 一些地方呢 其實也是蠻卡的 那 像牛曲夢境也是希望 也是我自己希望能夠 解決的一個問題喔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因為這個就是 把手機放在那邊 然後按開打就好了 但是呢 就是打起來還是 呃 沒有預期中的 就是 就是順喔 但我覺得還是有 還是有進步啦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使用這個 呃 我現在每周會借 借那個什麼 欸 地瓜王大大這個 九紅家具喔 然後也有陸續幾位大大有 有沒有 開場都還蠻 蠻順的 好 那可是說 大概打到 差不多 一半吧 一半的時候就會 就會開始卡了 有好一些啦 但是還是卡 好 現在還好 反正那個 欸 這個 算是 專30的那個 末日禁衛呢 每7.5秒後面 就會多一隻 多一隻小兵嘛 然後他自己開大也會 又多兩隻小兵 所以我在想可能是這個東西吧 然後讓整個這個 戰鬥的這個速度 就會開始卡喔 那另外呢 末日禁衛現在還沒有修正 之後修正之後呢 欸 這個階級越高啊 專武越高之後的那個 打出來的那個浮動值 就不會那麼高囉 應該就是 就會趨於穩定嘛 上一次 欸 這邊對面有提出來的喔 就是會有些人暴力說 呃 抱怨說 什麼他的末日禁衛啊 打出來的這個 分數啊 跟一個比較 比較稍微低階的這個分數 差很多 就是浮動值差太大 因為那個 末日禁衛這個吸攻擊力的這個 欸 判定的可能就是 會有一些飄喔 好 那沒關係齁 反正對我來說 我也是一直都是黃金黨 所以說沒有 沒有什麼這個差別 然後現在 怎麼講 我玩劍遠征其實基本上 我的那個 樂趣也是在推圖 但是現在呢 這個推圖的樂趣也沒有囉 因為就是卡等卡的嚴重 所以說 這樣也好啦 反正就是 呃 每周借傭兵就是變得是 呃 只要專心的借 跟牛曲夢境有關係的就好 然後其他角色就是慢慢練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現在打到這個 剩 20秒齁 這樣子 那不知道跟大家的手機 比起來效能是如何喔 我覺得是有好一點啊 之前是真的是卡到都不能動 哎呀 死掉了 哦 你看末日經會死掉之後 哈哈哈 速度差好多喔 哦 欸 欸傷害還不錯耶 欸為什麼末日經會死掉之後反而 反而 黃鑽石耶 欸是為什麼 為什麼末日經會死掉之後反而變好 是因為效能變快了嗎 哦這真的很迷喔 欸奇怪 反而末日經會死掉之後這個傷害變高了 好 那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總而言之呢 基本上就是五次都打完齁 五次都打完 然後也不特別買次數齁 因為就是 呃 反正這個末日經會這個 基本上就是打出來傷害就是會飄嘛 我想大家已經習慣了 那就是 呃 我剛剛賽到一個鑽石屋 有鑽石屋 有鑽石屋就真的超級滿意了齁 因為基本上我都是超級黃金檔 然後直到我借了這個 欸 這個地光王大大齁 然後或是一些這個 呃 好友借我的這個九龍家具之後 欸 那就稍微進步了一點點齁 至少沒有白贏的 好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 掰掰